早上起来我妈都煮好面了 现在小宝还没有醒先吃一点 我感觉我爸妈每次不管是做菜还是煮面 都很有胃口的样子 为什么我煮的就感觉不是很好吃呢 不管是什么东西 我都习惯放辣椒这样子的话 只要有辣椒我就能吃很多 上次老妈煮的那个饭 剩一点点泡在这里 拿个小碗来装着 到时候拿去喂鱼吃 把这个高压锅洗干净了 早上的话就吃这个 昨天晚上吃剩的鸡肉炒黄豆 本来是昨天早上 我爸从冷冻那里拿出来 要做给小宝吃的 但是我们回去了 晚上我妈就拿来炒豆子吃了 感觉也很香很好吃 吃好饭 我妈晒好骨子之后 我们就拿上篮子 准备去地里面炸一点螺汉果来 回来泡水喝 我们来的时候狗狗还一直跟着我们一起 他现在在这里好悠闲的 在这里乘凉呀 摘了一点百香果之后 我妈种的那个豆子还在这里没收呢 就想着来都来了 要不就摘一点回去吧 看一下有没有打出一点豆子来 剩下的只能哪一天有空的时候再来摘了 我妈怕拿这个螺汉果做 然后还专门拿了一根杠子来挑呢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螺汉果拿来剥开 把这个皮剥开拿来泡水喝 因为我的喉咙说话太多了 有点痛 所以就拿来泡水喝了 放了一个在这个胡子里面 让它在那里煮的话就会更入味一点 等一下凉了就可以喝了 甜甜的 就是很好喝的